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苏伟霆 建构性别友善的就业与创业环境 是政府积极推广的重要政策之一 由于传统的性别分工观念 深深地影响了职场上的职务分工 就像是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 使得女性在职场上的参与率偏低 也造成男性和女性在生活上的许多分工和隔离 这样的观念往往让人无法真正地去从事 自己拿手或专长的职务 甚至有些人只能被迫做着自己不喜欢的工作 因此为了推动职场性别平等文化 让男女都能适性适才的发展 改变过去因为性别角色而形成的职场刻板印象 确保无论是何种性别都能够在职场上享有同等的权益 因此为了鼓励年轻族群勇敢逐梦 不再让性别偏见影响职业的选择 行政院性别平等处特别制作了 职业不分性别的宣导短片 分享四位职场达人勇敢打破性别框架 创造不凡人生的故事 究竟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呢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部影片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大家好,我是护理师希比德 从小我希望我的名字能带给大家健康和幸福 国中时我就立志要从事医疗服务工作 开明的妈妈也举双手赞成 于是我投入了七年的时间 学许如何成为一位优秀的护理师 很幸运的是,已毕业无咒 能发挥手学进入医院工作 医疗工作在过去几年产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 那护理工作的一个配合 也让整个的流程更的变得更顺畅 那我们在整个的医疗跟护理的合作方面呢 那在医院也很多需要有男性的护理师的一个搭配 所以男性护理师加入整个的医疗的工作 也让整个的医疗的行为变得更顺畅 那医病关系变得更好以外 那整个的工作的一个效率也变得更加的提升 有时家属和病患会问我说 为什么男生会来当护理师 其实分男生女生那都是老做的观念 因为在工作上可以和女性同事互补 有时女生碰到生理期或者是怀孕 就会真的很辛苦 我很乐意协助同仁一起工作 Peter是我们开刀房的一个 很负责的一个专科护理师 他来我们医院大概有五年的时间 那中间这段时间 他花了很多的功夫 去做开刀房的一个流程的一个改善之外 他对于器械的了解 跟开刀房的流程的一个帮忙 真的是给了很大的一个助力 那同时他在提醒我们年轻的护理师 其实在开刀房的一个运作方面 也做了很多的一个教育的一个工作 所以我们很高兴有这一位 很杰出的一个护理师 能够加入我们开刀房的整体的一个运作 也因为他的坚持与热忱 我觉得我们的医护之间的关系 在开刀房的运作会做得非常的完美 开刀房的工作 是我求学时间没有学到的经验 它很吸引我 我喜欢挑战 也喜欢学习新的经验和知识 更喜欢照顾病人 重拾健康的那份成就感 苦练是通往成功的必经道路 苦练是通往成功的必经道路 很好的学习态度 我相信越是辛苦就越是接近成功 喜欢汽车的女生很多 会选择把汽车涂装当作职业的女生 却很少 但我喜欢自己可以掌握着喷枪 将自己喜欢的图形和颜色呈现出来 这很有成就感 一般人会把抨击这个工作当成是男生的工作 其实不然 女生的这个做法是更细腻 而且它对颜色配色的细腻度 它的变色能力比男生还更好 更精准 因为男生高达8%的射盲比例 女生才0.5% 所以女生更适合这个配色 跟抨击这个行业 训练的过程很辛苦 但老师对于品质的要求非常高 部分男女都要进行严格的训练 每天都要投入8小时以上 训练中会遇到困难与挫折 有时作品没有达到老师的标准 就反复再三修改 但这并不会阻碍我学习的步伐 反而是更激起我 要勇敢地突破 板件引擎盖它都自己翻 而且喷气的细节会非常的细腻 我觉得它是我非常敬佩的选手 车辆涂装是很需要技术 及经验的磨练 我知道唯有不断的练习 一定会让我才会出不一样的人生 只要坚持成功是不分性别的 个性很喜欢与人接触 所以投入照顾的产业 那我知道大部分的人会有刻板印象认为 这个行业都是中年妇女转职 或者是一些阿姨在做 那甚至这个行业的男生也比较少 我在做两年半的督导员期间 常常看见阿公阿嬷的需求 我只能做访试与派遣的服务 但我真的很希望能够亲自照顾这些老人家 而这个想法也越来越强烈 一开始听到他决心走上第一线时 我真的很替他开心 因为他的态度很积极 学习很用心 而且一直不断地展现出决心 虽然期间博安因为照顾工作 膝盖关节产生了不适而需要进行复健 但他依然很坚定 不放弃 我始终相信他可以做得很好 而他也真的做到了 阿嬷第一次看到我的时候 他吓了一大跳 他想说这么年轻的男生 会不会出手出脚 后来经过几次的服务 我终于赢得阿嬷的信赖 因为年轻不代表没经验 杂伯也不代表不细心 每逢老人家行动不便 需要大力移位时 博安总是能够得心应手 在我们照顾一些 失能程度较重的个案上面 帮助很大 我每一次离开的时候 他都把今天的情形交代得很清楚 我每一次看到我老公 他陪我老公出去的时候 我最怕的就是他会跌倒 但是他都把他扭掉掉 我看他照顾的无为不至 我觉得很感激他 一般长辈第一次见到我 都会很惊讶 因为大部分人们都认为 要照顾老人家 男生不可能比女生更细心 但我要求自己 一定要全心全意 做到阿公阿嬷都耳乐 这才是我的成就 梦想有双翅膀 渴望飞上天空 因为天际线 从来不舍险 看见学妹就像看见年轻时的自己 唯一的阻碍是你不敢纵身一样 放胆起飞 不相信自己有飞的能力 很多人很意外 五星要如何成为机长呢 其实要成为优秀的飞行员 只要透过认真的学习与练习 累积专业的知识与传授技术 都不是问题 我们对于辉学员的筛选 我们主要是第一个 她的人格特质 第二个是她的工作态度 第三个是她的学习能力 那反而在性别跟学历 这种一般传统的决定因素上 反而不是那么多的琢磨 那游会与教官在筛选的过程 她表现得蛮优秀的 那她在顺利考取以后 她在工作上的表现 也极为突出 团体合作并不会有性别的差异 反而多了一份和谐 沟通起来也更顺畅 只要有自信 驾驭这动力满载的大家伙 我们女性也可以做得很好 性别不是阻力 尽情发挥潜力 的确 性别不应该是限制人生的框架 面对就业选择的时候 性别绝对不是阻力 不要让性别的偏见 影响我们的未来 就像影片当中的四位职场达人 只要突破科板观念 就可以飞跃 创造 追梦 以及实现哦 而其实 在政府大力的推广之下 国军从民国81年起 开始大量招募女性官兵 加入军旅的行列 在国防部务实的规划下 许多女性同仁得以发挥长财 包括将军 舰长 营长 乃至于蛙人 飞行员 战甲车驾驶等危险职务 都不乏女性官兵的身影 而且表现得相当优秀呢 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 陆军特战指挥部 两位特战女勇士 来到节目中 要跟大家分享 他们从军的故事哦 两位好 谢谢我好 那么首先呢 我们就请他们 先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是陆军特战指挥部 特务营特艺联 中士李雨婷 大家好 我是特务营特艺联 中士吴乔云 我们都知道军人 是一个特殊的职业 也是一个牺牲奉献的工作 我想先问问雨婷和乔云 为什么会选择加入国军呢 因为我从小就喜欢挑战 然后我想训练自己独立的个性 我觉得当军人 可以训练我的独立及抗压性 所以我决定报考陆军专科学校 开启我的军女生涯 从军前就一直很向往 穿上军服那种因姿焕发的模样 虽然我是女生 不过就是有一种冲动 想要成为国军的一份子 所以我在报考陆军专科学校之前 就已经想清楚 这是我要走的路 我不会后悔 两位呢都是从陆军专科学校毕业的 然后下部队就自愿加入特战部队 到现在已经快满三年了 我记得两位之前还有参加 这博军形象文轩短片 我会救你的拍摄 这画面当中真实的训练实况 真的让人感受到特战队员 综艺票汉勇猛顽强的精神 相对的你们也必须要接受 更严格的训练 而当初为什么要选择加入特战部队呢 其实当初要下部队选田志愿时 对军种兵科阶级都没有什么概念 直到特战部队的干部来学校宣导 被他们团结合作的精神深深感动 我觉得在社会的任何角落 能一起达成任务 一起享受成功的果实 这种感觉真的很棒 我是看过特战招募影片 对特战生活很向往 希望可以在特战部队 学习到一些在外单位 比较难学习到的技能 另外还有一点是 我觉得比较吸引我的地方 就是只有在特战部队需要跳伞 完成五次跳伞之后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特战兵 我对跳伞十分的向往 希望能够感受在空中翱翔的滋味 所以就自愿加入特战部队 两位真的很有勇气 能够勇于接受挑战 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 那可不可以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接受特战训练期间 或者是成为特战队员之后 有什么事情是最让你们两位印象深刻的呢 我参与特战部队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三爱行军 这对刚下部队的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在极度的疲惫之下 极脚上都是水炮的情况下 还是要继续往目的地前进 虽然累但是有很大的成就感 同胞之间也会互相鼓励 然后我看到许多学长姐 就算稍当或是脚长满了水炮 水炮破了 人迈着步伐往前进 这是我觉得最感动的地方 在特战部队 体能要求比一般部队还要严格 像我刚下部队服务时 爆发力跟敏捷度是不够的 面对各项训练挑战时 挫折感真的很重 尤其是面对失败时 心情确实不好受 好险我有一群好伙伴 特务11连的兄弟姐妹及长官们 都很有耐心指导我 让我有勇气重新站起来迎接每一个挑战 的确哦 特战部队的任务和训练呢 其实是相对比较繁重的哦 相较于这个男性官兵 大家可能会觉得这女性同仁是没有办法通过层层考验的 那么你们又是如何克服的呢 其实我觉得女性官兵不管在哪个单位都是一样的 各种不同的任务都是新的尝试与试炼 只要心态上做好调试 就是一种学习 人家做什么我们也跟着做 不会做 做不好再重来 再不会一样反复操作到会为止 自然就可以跳脱这种刻板影响 特战部队是一支精锐的部队要具备强健的体魄及扎实的本质学能 或许我天生的体能并不比男生优秀 但是我会用更多的努力去跟上同袍 我不会因为自己是女生而逃避高尔的训练及测验 身为女性官兵 我会用更多的努力去补足天生的不足 哇果然是经活不让须美 雨婷和巧云能够顺利成为特战部队的一员 我想除了能够坚持理想不断的努力学习之外 还必须要拥有一颗不服输的心 以及这个乐观积极的态度才能够克服每一次的考验 不过除了你们自己之外 家人对于你们投身军旅加入特战部队的看法又是如何呢 家人对我加入特战部队的心情是忧喜参半 忧的是担心我会在部队的训练中受伤 喜的是对于我勇于挑战自己的态度感到欣慰 家人对于我的选择永远都抱着支持的态度 有他们当我的后盾 我才能没有后顾之佑的继续往前迈进 那巧云你呢 说起来觉得很好笑 那时候要加入特战要签家长同意书 因为要散讯的关系 怕爸妈不同意 本来想自己签一签就算了 但是最后还是跟爸妈说 并将同意书递给他们看 当下他们表情瞬间就是僵化 然后爸爸说可以试试看 但是妈妈却坚决反对 担心我会有危险 那不管怎么劝妈妈就是不帮我签 所以最后是妈妈却 爸爸劝妈妈要试着放手 他才同意 不过签完之后每天都一直劝我放弃 加入这个单位 直到我完成散讯 在部队历练一段时间后才逐渐放心 真的哦 在部队里呢因为有家人的支持 我们才能够无后顾之忧 然后在自己的这个工作领域上 可以全力冲刺 那么另外呢也因为有这个同伴的扶持 我们才能够持续不断的向前迈进 他们都是我们这个成功的条件 好了节目最后我们也要来问问 两位是不是有什么话 要对家人或者是部队同袍说的呢 我想跟我的家人说 谢谢你们一路以来对我的支持 我会努力成为你们的骄傲 亲爱的爸妈我很爱你们 日后我也会更加努力上进 也希望联系上的弟兄姐妹要一起加油哦 好的 今天非常谢谢雨婷和巧云接受我们的访问 分享他们的从军经验 只要愿意肯学肯做 梦想一定会实现 而且只要坚持成功是不分性别的 专业能力更是无关身份的 无论男女只要能独当一面展现专业 就能在各个领域职场上发光发热 拥有自己的一片天 我是苏伟婷 我们下次再会